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自由角度模組 那它最大的特色就可以做不同角度的斜線 那我們這一個模組是左右手工用的 那要用的時候一樣把通用美工刀 刀背這顆螺絲拆下來 然後如果是右撇子的話 把刀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一樣會有一個洞去合這個槽 那左撇子的話就放在這個位置 放定位置之後就可以把螺絲拴上 然後就完成刀的組合 再來我們要調整切割斜度 那調整的方式是把左右兩顆螺絲鬆開 它就可以滑動 那要調多少角度的時候就看側面這個刻度 設計是對上這邊這個凹槽 那它可以從0度到45度 也就是說它可以從垂直到斜45度 這樣子斜切 那調整好要的角度之後 譬如說現在是 15度 20度 把它左右兩邊螺絲穿緊 調整好角度之後我們現在要調整刀的深度 那調整下刀深度的方式很簡單 大家看到這邊有兩隻腳 那就把材料放在對的腳 然後這樣子去看如果我們要切穿的話 這個刀尖就要比材料多一點出來 像現在這樣子 去對我們要調多深 調好下刀深度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切 那切的方式很簡單 把我們的尺靠在我們要切的線位置上 然後把最後的角度模組 靠在我們的三用切割尺上 那靠的方式是從外面進來 從外側進來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它是要靠在 沒有不鏽鋼切割條這邊 像這邊是有切割條的 那這邊是沒有的 我們是要靠在沒有的這邊 所以放上來之後 滑進去 那 滑進去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是右撇子 所以就從右邊進來 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這邊會對到我們在用切割尺上有個軌道 然後會有壓下去的時候會卡一聲 像這樣子 然後對好之後它就在對的位置了 記得尺不要滑動 那我們的尺下面有防滑的印刷 所以比較不會滑 那剩下其實很簡單 左手 因為我現在是右撇子 所以我是左手扶著尺 那右手拉著這個 那手其實可以放這樣子 可以放這樣子都可以 那以我們這邊看得到刀尖為主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很順的這樣拉過來 那它就可以切開 那這樣子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二十度這樣子 到這裡 就好了 到這裡 那兒 我們做一個 Engineer